一年前,周海妹参加了一档小综艺,未婚独居的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,穿着简单的卫衣牛仔裤,牵着自己的金毛周六六活力登场,任谁也没想到,一年后,这个名字会突然跟死亡挂钩,报上热搜。 前天晚上,有人爆料周海妹离世,把我震惊得不行,毕竟她的微博三天前还有动态,六天前还是她57岁生日,有媒体打去经纪人处证时,才接通就被挂断,中间有新消息传来,是血小板偏低的毛病犯了,晕倒在家中,被助理发现,已在医院就职,度过了危险期,正松了口气,庆幸虚惊一场,噩耗就来了。 很多人不知道,20年前,周海妹就放下香港的一切,来到北京定居,她买下一栋有大院子的别墅,自此过上了种花种菜,养狗养猫的单身独居生活。 这些年里,她有过一段长达12年的恋情,最终还是选择截然一身,人到57岁,曾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史,处在生命之下,被誉为香港情人。 周海妹的精神幸福,自然不再需要爱情或角色来成全,但这场猝不及防的离世,大约也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,就是饶食民性,也逃不脱这场大龄单身独居的生活困境。 许多年轻观众对周海妹的印象,大多来自近几年的古装剧造型,52岁付出拍戏后,对于周海妹包牙方脸的嘲讽便不绝于二,殊不知。 正是这些不标志的特色,让年轻时的周海妹美出天际。 她是张学友《吻别》MV里,那个小巷里惊鸿一瞥,风情万种的曼妙身影,是金庸最喜欢的女主角。 甘愿为她改写结局,冰雪出尘之资中带有威严仪态的周芷若,是港剧黄金时期,能连续三界蝉联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主角的真顶流。 在《流氓大亨》《义不容情》这些经典剧集里,周海妹都是最耀眼的那磨亮色,是桃学威龙三里美艳又危险的偏执反派。 年轻时的周海妹,明艳而不黏腻,可塑性很高,而她的演技也没有辜负这份天资。 家族遗传的高度近视,使她迷离的眼神显得更加神秘。 然而,外表如此性感,就连名字都非常女性化的周海妹,其实是个从小和男孩打架,充满野性,爽朗不羁的假小子。 她对自己的美貌不太在意,直到中学毕业,配了隐形眼镜,才第一次看清自己的长相,日后也懒得去维护所谓的女神形象。 她从小跟随外公外婆在香港的一个小海岛上生活,整日里捉鱼捉虾,漫山遍野的风跑,到了雨天,就站在食物倾斜的盐棚下,把雨水当洗澡水,痛痛快快地冲凉, 无拘无束的童年塑造了周海妹好动乐天野性的一面,一路打打闹闹,到了17岁,父亲为了让女儿能学会做一个淑女,美其名约人应该在18岁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, 按周海妹报名参加了港姐选举,可事实证明,高跟鞋,台步压根限制不了周海妹的自由心性, 她完全无视教导的一态规范,怎样挥手,怎样微笑,一上台,像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走出来, 为问极理想,她语出惊人,我想成为亚洲第一位女太空人, 甚至没能进入前15名落选之后,她竟兴奋不已,终于结束了, 然后高高兴兴地恭喜完每一个晋级的选手,满意地回家了, 后来被TVB签约,周海妹也是抱着打份暑气功的心态开始拍戏, 母亲因为担心娱乐圈水太深,不愿女儿入行,周海妹清醒地向她保证, 如果我演了两年,都是站在主角后面的那个侍女,我就去做其他工作, 周海妹不是一个善于规划未来的人,哪怕出道一年多, 她就当上了女一号,也从未想过,我要做到什么程度跟哪位富豪结婚, 至于名利,有就有,没有就没有。 23岁那年,周海妹拿出部分积蓄,开了一家咖啡厅, 哪怕在最当红的时刻,她都随时做好了退圈的准备, 人人赞她,媚谷天成,而现实中的周海妹更像一只带刺的海鱼, 她拒绝向任何人献媚,渴望游向演艺圈这片池塘外的大海, 在天地间畅游,这也就解释了20年前, 她为何坚持在一片反对声中,离开香港, 在北京从头来过,众所周知,周海妹是香港人, 但其实,她也是个满洲人, 父亲的先辈曾是清朝驻月的地方官, 《香白奇》,2002年,周海妹在北京拍摄电视剧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, 一场突如其来的初雪,唤醒了周海妹的北方人DNA, 看着满城的银庄素果,她瞬间产生了一种回老家的感觉, 当下决定搬来北京,她把香港带不走的家具, 衣服,鞋子都送给朋友, 所有亲戚朋友都认为这个决定太过疯狂, 但周海妹不在乎,不祝福就不祝福呗, 我自己高兴,我喜欢,我就去, 其实,此番北上,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,为了爱情, 当时,36岁的周海妹正和一位常驻北京的建筑师恋爱, 对待爱情,周海妹向来如此干脆, 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,比如和吕良伟的那段, 还有和黎明的绯闻,她都潇潇洒洒, 从未回应过,也从未说过谁的不好, 1999年,周海妹被查出血小板笛, 容易出血,不建议生育, 当时交往一年的富商男友, 笛生集团董事长吴世荣,随即变脸, 后来,周海妹也多次拒绝了建筑师男友的求婚, 去年参加综艺时,周海妹说明了自己的感情状态, 快快乐乐,独身一人,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这样一个洒脱女人, 命运是如此多舛,被病魔缠身, 但好在,在她充满活力的生命里, 一切曾美好过,搬到北京后的周海妹, 一直住在一个别墅小院里, 那里一半是菜地,一半是花园, 一年四季,借由美食采摘,风景赏玩, 一拢一拢的西红柿,青菜,花菜, 都由她亲自肯定,播种,浇水,月季, 绣球,卤冰花,十足,各类花卉静香盛放, 简直,插花,岁月静好, 院子里的樱桃树早已长得高大, 成熟时节,随手一摘,就是甜蜜的滋味, 周海妹喜欢养狗, 这只叫周六六的金毛狗狗, 是她养的狗狗的第三代, 她还专门为她开了短视频账号, 人气颇高,周六六有自己的房间和卧室, 时不时地可以跟随妈妈, 去山顶看日落,去湖边吹吹风, 只要是户外的采访, 周海妹都会带上溜溜, 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, 后来,家里还新来了两只小野猫, 周海妹为他们治病,驱宠,精心养护着, 娇花,种地,遛狗,读书,烹饪, 周海妹就在这一方天地间, 自足,自乐,自洽, 她还把更多的精力, 参与到值得长期投入的慈善事业中, 比如去藏区给孩子们送医药, 呼吁大家关注自闭症群体, 凤凰记者曾这样评价周海妹, 周海妹身上有与生俱来的天真, 干干净净的,就像清水, 活在当下的人永远年轻, 可灵魂可以年轻,身体却日渐老去, 娱乐圈少有的这汪清泉, 竟就这样在一个她喜爱的血液突然离开了, 年仅57岁,沉痛的同时, 也真心希望那些与她一样决意单身独居的女孩们, 一定一定要提前规划养老, 特别是身体上的, 尽可能规避可能的风险。 对我来讲歌的说话。 感谢观看